他將火巴按熟了 藉著微弱的月光 翻過了院場 再穿過清風館面前那座大殿 一眼就看到 在沒有多遠處 在一層薄薄的墓崖當中 一座殿堂 飛立在懸崖之上 屋尖的尖尖頂 好像鶴頸長身那樣 遠遠望過去 再加上雲霧遼搖 那座宮殿 簡直是天庭的仙境那樣 黃猛就慢慢走過去 只見大殿的隔壁 有一間房子著著燈 於是他抬低一條腰 輕手輕腳就靠過去 當他走到窗底下 只聽到一把尖細的聲音 安哥 你在想什麼 黃猛打了個冷震 因為這把聲音有點熟 但他都未想清楚在哪裡聽過 然後就聽到另一把深層的聲音 我正在想明天這件事 黃猛心想 這把深層的聲音 應該就是那個李懷安 我只是要你拖他們幾天 拖幾天 就大功告成 這件事非同小可 的多錯誤都不可以有 黃猛聽完之後 開始有些明白了 原來這件事的主角 就是這個女人 所有屎拖都拒出的 他們既不是為了兩車貨 也不是為了林營 真正的目的 是為了拖著我們 於是就心想 看這幫傢伙的身份 應該不是一般山賊那麼簡單 然後裏面又說了 共產黨不是好東西的 我們都不可以這麼隨便才行 黃猛又慢慢爬上窗口 準備想用手指督穿個窗子 看看裏面是什麼人 突然間裏面的聲音 停下來 黃猛知道這波大劑了 馬上又縱身捐入旁邊的大典 再飛身爬到神像身上 然後慢慢移到神像背後 只聽到啪一聲 那個窗爛了 然後一個黑影都飛入了大典 只見那個人身材很瘦 頭戴一頂小棋帽 穿著一件黑色長衣 面很長 眼神非常銳利 全身上下充滿了淚氣 搞到人感覺很不舒服 而黃猛覺得這傢伙很面善 只但是 他一下子想不起 在哪裏見過他 那到底 面前這個黑衣人又是誰呢 我們留回以後再講了 第五十集 上次講到 黃猛準備偷聽的時候 竟然被人發現了 於是躲在大殿的神像後面 只不過 那個黑影都追過來 這個黑衣的男人 用他那雙眼 在大殿四周圍望 四周圍穩 而沒多久 一個拿著手槍的女人 都走到他旁邊 跟著講到話了 黃哥 怎麼了 我聽到外面有些動靜 你不是經常都疑神疑鬼嗎 山上那麼多關卡 不是說誰想來就來得到的 唉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雖然走南闖北 但是江湖道上的東西 你不會那麼多 那個女人 拉了她的手 炸嬌地說 好 我不認識 走吧 不要站著吹風 我要睡了 哈哈 好了 黃猛就是這樣 看著李懷安他們離開大殿 她又不心急要走 因為剛才聽他們這麼說 她就知道這個男人李懷安 和那個女人都不是等閒之輩 應該也不好對付 自己現在在大殿裏面 並不知道外邊的情況 而那個李懷安到底是不是真的走了 她也不知道 如果那個兜友虛訪一槍 在門口等著 而自己又貿貿然出去的話 喜不時 被她打個措手不及 所以黃猛就沒有出來住 而是躲在大神像後面 動都不動 時間就是這樣 一分一秒過去 黃猛就雖然哩哩捲 但是她是相信自己的判斷 正當遠處 傳來了雞的叫聲之後 沒多久而已 聽到那個女人說了 安哥 看似乎我們都是白等了 看樣子都是沒有人來的了 嗯 你這傢伙如果小心一點的話 命仔可以長一點 講完之後 兩個人的腳步聲就慢慢消失了 黃猛心想 李懷安同那個女人真的夠陰質 竟然才做出好戲 然後在外面伏自己 哼 如果剛才掉以輕心的話 真是不堪設想 黃猛回到石洞的時候 發現石頭已經睡著了 他有沒有叫醒石頭 心想 你這傢伙為何要拖著我們 拖著我們 即是意味著 要等人有時間去搞我們 那又是哪幫人要搞我們呢 國民黨 照計是不可能的 因為破壞統一戰線這一隻 他們肯定不想揹 這樣說的話 應該就是日本仔 如果真的是日本仔的話 將我們拖在這裏 他們到底又想怎樣搞我們呢 想想想想 天又慢慢光了 只見昨天那個仇七 又帶著人過來接耕 黃猛搖醒石頭 石頭 抹開那朦朦朦朦朦的眼睛 見到仇七走過來 笑一笑說 唉 七哥早晨 那個仇七 眼睛一翻 跟著說 嘿 死小子 快點滾 還有 晚上早點來接耕 石頭拿起長槍 和黃猛說了一聲 扶著我們走 就是這樣 兩個人離開了石棟 一直走到清風館門口 才分手 黃猛見石頭走遠了 跟著又是下山 那個仇七 看見黃猛又走回來 很好奇地問他 嘿嘿 小子 不見到東西嗎 喔 沒有啊 媽哥 叫我年輕人看看 喂 到底是你指揮媽子 還是媽子指揮你 那當然是媽哥指揮我 哎呀 兄弟你忍著 媽子這傢伙 好惡搞的 在山上出了名字 對 你看我 剛才回去 現在又要我去年輕人看 哎呀 都不被人休息 哎呀 媽子今天真的不行 找人 七哥幫你指揮他 哎呀 七哥千萬不要啊 你一指揮他 他以為我捉他背部 哎呀 那就隨便你了 不過這樣 七哥說明先 如果要我幫忙的話 說一聲就可以了 哎呀 七哥多謝你 說完之後 黃猛就轉身走了 就當黃猛回到後山車隊營地的時候 正準備帶人去港塑的馬雲 看到黃猛回來得這麼快 有點意外了 哎呀 黃大哥呀 你這麼快回來的 黃猛沒有理他 因為他一直都在想著昨晚的問題 一直在想著日本人可能採取什麼行動呢 他看了看一次排開的車隊 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大聲喊了 全部上車 把車開出馬路先 跟著用樹枝樹葉蓋著它 大家應一聲喊 然後把車開出馬路 一步接一步停在樹林邊上 跟著用樹枝和樹葉蓋好 剛剛隱蔽好的卡車 巨大的飛機光明聲從遠處傳出來了 黃猛大喊 同志們快點隱蔽 大家馬上趴在地 而沒多久 幾架日本飛機低空飛過來 只見機上的日本軍旗 和飛行員戴著的帽子 趴在地上的黃猛看得清清楚楚 幸好那些飛機見地面沒有什麼異常 擺成戰鬥對應 一聲從黃猛頭頂全部飛過了 黃猛一長嘆一口氣 而在隔壁的馬雲一邊摸著胸口一邊說 哎呀 好險啊 幸好黃大哥了事如神 而黃猛辨識很凝重地說 什麼了事如神啊 情況危急 不要擦台了 啊 什麼意思啊黃大哥 情況危急 山上那些傢伙和死日本人打龍通 他們劫走林營 目的就拖著我們 等死人飛機發現我們 蛤 那些粉漿和日本人勾結 沒錯 不過具體的情況我還搞不清楚 對了馬雲 李甘翠將計就計 如果遇到山寨的人 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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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雲說聲 嘻 接著帶著幾個身邊的人 一起就走了 各位 那到底黃猛指了什麼辦法給馬雲呢 我們留回下次再說了 第五十一集 馬雲和黃猛密針完之後 帶著那群手足 匆匆趕到石牌 果然沒有見到李懷安 只是見到兩個 揹著長章 穿到骯髒的男人站在路邊 而這兩個人 見到馬雲他們過來 馬雲就說了 百老兄弟 今天我們大當交了些事做 叫我們來通知一下 說交易改善後日下午 馬雲就裝生氣地說了 哎呀那怎麼行啊 我們準備好了 你幫我通報一聲 就說我們今天想完成交易 你看行不行 對方就另一口說了 哎呀那我無能為力了 啊 一大組 大當家出去了 找不到他的 馬雲就假裝失望地說了 嘖 你們當家怎麼搞的 又說今天一手交火一手交人 突然反悔都有的 哎呀這些大當家的事 我們怎麼知道呢 那看個款 唯有等後日 對了 你給我帶他話給大當家 就說我們後日準時赴約 希望他今次不要再玩東西 對方說了一聲好 然後一抱拳話 百老兄弟 我們後日見 現在說回石頭那邊 話說石頭和黃猛分手之後 回到竹屋 上床睡著了一覺 沒過多久 馬志哥又醒了 他望了望旁邊的手足 睡得好像死豬一樣 心想昨晚那場酒飲得多舒服 自己和兄弟 好久沒試過這麼開心 他又看了看時辰 巡山的時間到了 於是和那班睡到死豬這樣的手足說 都說 喂 時辰到了 做事了 那班手足 一個一個這樣起來 全部捉著對眼站成一排 馬志哥一馬當才走出竹屋 而就當他們大搖大擺過了其他關卡 到仇七那裡的時候 仇七就笑了 嘿嘿嘿 馬志呀馬志 我看你這個小隊長做不長久了 馬志看著那個得得七七的仇七 好不理解地問他 喂 仇七 你不是未睡醒嗎 我做不做隊長 有關你什麼事呢 嘿呀 當然啦 不關我事 只不過 作為你的朋友和你提個醒而已 有什麼你就說吧 不要轉彎末角 喏 你對手足那麼刻薄 時間長了的話 怎麼能復中的 你說什麼 我都不明白 哎呀 一大組 那手足未休息久 又安排人秦山 大家都是兄弟 怎麼可以這樣呢 馬志看著看身後的兄弟 好像未睡醒一樣 他就以為仇七講的是身後這班人 於是便說了 嘩 秦山大當家安排的 只要我對那班兄弟 黑不黑 好像不關仇七的事吧 說完之後 都懶得理他 碰行就碰過 而仇七想說什麼的時候 見到馬志那塊鐵青的臉 心想這條小子當然是生氣了 於是便收著嘴巴 沒有再繼續說下去了 馬志就是這樣 帶著那班小子走到後山 他看著眼前清清沖沖的山林 感覺今天的後山和以前好臭點不同吧 好像特別安靜那樣 這個馬志都是久驚風浪的老江湖 他知道這種情況 往往就有大事發生的徵兆 於是他馬上和手下打了個眼色 但是已經遲了 只見周圍的草叢當中 其中有十幾個拿著長槍的年輕人 其中有一個身材灰門的大隻佬 手裏面還拿著一把折撻式的輕機槍 沉聲說到說 放下你們的槍 不是開玩笑的 馬志看到這班人殺氣騰騰 知道現在這個情況如果反抗的話 那豈不是自殺 於是又轉過頭 和手足打了個眼色 把所有的槍丟掉落地 而這個時候 一個拿著長槍的男人 在年輕人走出來 慢慢走到馬子面前 笑著問他 哈哈 馬哥 還認不認得我 馬子認不出他 而他身上石頭 一眼認出黃猛 哇 你是虎子 黃猛笑一笑 哈哈 你說得對 馬子認真一看 哎 這個人的確就是虎子 心中就明白這次大劑 於是就問了 虎子 你們是什麼人 你說呢 你們 連方的白羅軍 馬子哥 你說得沒錯 喂 虎子 你知道的 這個女兵是大當家抓回來的 跟我們這班造勢的有什麼關係呢 哎哎哎 馬子哥 廢話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只是想你想一下 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你可以幫你做些什麼呢 馬子哥你硬過頭說不知道 黃猛繼續說 喂 要不要提醒啊 其實馬子他 很清楚黃猛想怎樣 因為眼神這班人 賀槍實彈 顯然就要攻上山 照他現在這樣看 無非就想他帶路 但是如果他真的帶路的話 以大當家為人 無論事後怎樣躲都好 都是死路一條的 於是這個馬子 繼續拎了頭 而黃猛一手就拿著他的頸 惡斯能登地說 馬子哥 都到了這個時候了 你還不老實一點 我跟你說 我現在就可以殺了你了 因為你做到的事 石頭一樣可以做得到 我現在是給你一條山路走 知不知啊 猛仔 各位 那到底馬子 又幫不幫黃猛手呢 我們就留下 下次再說了 第五十二集 上次說到 黃猛抓住了馬子 想他幫手帶路 而馬子還一聲都不出 黃猛用手 捏住他的頸 然後慢慢加力 只見馬子拼命地掙扎 最後忍不住 大聲地說話 好啊 我聽你們說 黃猛慢慢鬆開隻手 對石頭他們說到話了 將你們的衣服全部脫下來 石頭他們唯有把衣服全部脫下 換了給劉永馬雲他們穿上 馬雲雲他們換好衣服之後 把石頭那群人全部綁得緊緊 嘴巴塞上懶捕 然後丟在棺木叢中 然後暗中押著麻子他們向卡道走過去 這個時候 那個仇七見到麻子和皇馬走過來 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們身後的人經不同了 只是奇奇笑地說 嘻嘻 麻子呀麻子 你做起事上來多認真的 老實說我多佩服你的 那個麻子心中暗暗叫苦 而等他們走到仇七眼前的時候 皇馬側身捐入石棟 一拳就打暈了那個在機箱旁邊看守的人 仇七聽到石棟當中有叫聲 到現在才發現有不對勁 他望望麻子帶來的人 然後叫了 石頭呢 他剛想握起槍 在旁邊的馬雲已經用手槍頂住他下巴了 冷笑地說到 嘻嘻嘻 你先看掉你自己先 不要管什麼石頭磚頭了 老實點 那你條命仔又長了一點 那個仇七的臉 立即錄了起來 哎呀兄弟 不要開槍 不要開槍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是可以的 不過你要老老實實 馬雲一邊說一邊叫士兵把他綁起來 然後全部丟在石棟 兩個士兵的操手操腳 把仇七綁成縱 然後也是口塞爛布 直接丟在石棟 就是這樣 其他贊道關卡的守衛 和仇七都一樣 見到麻子帶人過來 放鬆警惕 然後被黃猛馬雲他們 兵不脫刃地搞定 這邊我們暫時不講 我們講回李懷安那邊 在這日的早上 李懷安和那個女人坐在雙房門口 他就沒有下山附會了 他心想 如果把白露軍拖在山下都不錯 自己是樂得輕鬆 不用出什麼力 雖然他不知道 面前這個女人為什麼要和白露軍為敵 但講句心裡話 他都不想知道 他現在覺得面前這個女人 才是他人生的真正價值 只見那個女人 坐在他大腿上面 很苦味地笑著說 嘻 安哥 這次我上山 我覺得自己瘦了一點 不知是為什麼 哈哈 那有什麼奇怪 山上的事這麼多 而且很煩 白露軍這件事一了 我們就下山去散心 好啊 你知道啦 我一向聽你講的 這個時候 那個袍哥從院外走進來 大聲叫 大當家 什麼事啊 大當家 那些白露軍他們很失望 但是又沒有什麼符合 你說交換改了一天 眼袖 那些白露軍有什麼反應 我們的人說 大當家早就出了院門 交易時間是一定要改變的 他們雖然不疑 但是只能夠接受 李懷安想了一下 然後問他 那他們有多少人呢 哦 那不是 跟我們見面記得幾個人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沒有人懷伏 李懷安想了 就入手 那袍哥就走了 那個女人就說 這些白露軍很狡猾 他們應該不會在意代弊 肯定會做些事情 他們的人在我手上 現在我處於上風 我到現在看不出 他們有什麼高招可以把人救走 但是話都沒說完 外面是槍聲大作 只見袍哥 又跌跌撞撞地跑進來 大當家 我白露軍殺上山啊 李懷安聽到 白露軍殺上山 先是一我 但是聽著外面的槍聲 越來越近 知道這次是真的了 然後快速拔槍 跟那個女人說 我在這邊先撐住 你回去吧 那個女人 亦知道情況危急 什麼都沒說 轉身就跑進商房 只聽見 外面的腳步聲 急速地響起 然後就是一聲 清脆的槍聲 站在門口的袍哥 應聲的倒地 然後見到兩個 一高一矮的男人 縱身跳進院當中 這個時候 李懷安連開掃槍 那個矮仔差點中槍 他閃到一邊 而那個高佬呢 飛身撲過來 但是這個李懷安 雲身上好像棉花一樣 高佬想抓住李懷安 但是根本沒有著力點 只見李懷安 微微一側身 輕飄飄的一掌 無聲無色地 打在高佬的胸口前面 這一掌看上沒有什麼氣力 但是那個高佬 感覺到胸口一陣劇痛 喉嚨一掀 呼呼一聲 一口鮮血就吐了出來 那個矮仔 見高佬竟然蝕了底 就知道這個李懷安 不是一般人物了 於是飛起一腳 直接踢過去 而那個李懷安 竟然沒有鼻沒有閃 直接就迎上去 而就當矮仔的腳 踢到他鼻尖的時候 他輕輕一側身 抬退去踢向矮仔的下陰 這個時候 矮仔的胸中的招式 沒什麼力水的了 難見李懷安的腳 要踢中那個矮仔 剛剛吐血的高佬 竟然一拳衝過來 直接打向李懷安的右眼 李懷安知道 自己雖然可以傷到那個矮仔 但是自己的右眼 恐怕會被這個高佬打猛 他慢半無奈 唯有閃身避開 那個矮仔跌回落地後 苦目懸增 對著李懷安說 嘩 你有這樣的本事 可惜做了漢奸 李懷安看了他一眼 然後說到話 我不想跟你說這些問題 漢不漢奸 不是由你作主的 當年我為國民政府流血流汗的時候 你們不知在哪裡 然後那個矮仔就跟高佬說 王派長 我們不用多說 殺了他 各位 原來這個矮仔就是劉詠 高佬就是王猛 那你說 王猛能不能打得過李懷安呢 我們留下集再說 第五十三集 上次說到 劉詠跟王猛說 王派長 我們不要跟他說那麼多廢話 殺了他 而李懷安就很不屑地說 哼 殺了我 那你那個女人的命 還要不要 而這個時候 只聽到一把清脆的聲音 從院外響了起來 當然要了 只見林盈和馬雲 還有幾個白露軍士兵 從外面走進來 林盈看到王猛受了傷 於是很害怕地跑過來問他 怎樣 黃大哥 傷得重不重 黃猛輕輕搖頭 唉 我的傷是沒事的 但沒想到 這個老賊武功這麼了得 今次買了東西 而那個李懷安 看這班白露軍的架勢 甚至他自己的王家債 今次就玩完了 他心想 現在外面那班 不知是生是死 如果現在要硬拼的話 無疑就是飛蛾撲火 於是就冷笑地說 哼 死小子 今天你們人多 算你好東西 然後一閃身 向黃猛連開掃槍 幸好黃猛早會留意他的舉動 立刻拉著林盈閃開 同時大叫 劉永 這個老賊要走路了 折住他 而說時遲哪時快 劉永他們還沒拿起槍 那個李懷安 已經三步並了兩步 上了屋頂 然後重新跳到旁邊的樹上 就這樣走了 黃猛看著李懷安的身發這麼厲害 他突然想起了 在神仙身發生的一件事 然後說到話了 我知道他是誰了 我以前見過他的 黃牌掌 你說真的嗎 你以前見過他 他就是上次在神仙山裡面 欺師滅祖的畜生 黃猛掩著胸口 看著李懷安走了他的背影 臉色鐵青 然後很憂慮地說到說 這傢伙不野小的 看樣子 是我們以後的心腹大話 而在旁邊的劉永 都很好奇地問 黃牌掌 我看他打你那一掌 輕飄飄的 好像沒什麼力感 但是為什麼這一掌 可以打得你這麼重傷 唉 我修煉的是硬氣功 那個李懷安用的 應該是道家的耐力 所謂外猶內光 我一時疏忽大意 竟然沒有想到他這麼有本事 他這一掌 叫八卦掌 又叫做 游身八卦掌 是一種以掌法變換 和行步走轉為主的拳術 這一掌 很少人頂得信 你不要看他剛才那掌 好像輕飄飄一樣 他是落出殺手的 但是他也猜不到 我硬頂了他的掌 竟然沒有死 黃牌掌 那他剛才那個身法 是不是傳說中的輕功 是不是飛蛇走壁呢 黃馬 說了 沒錯 那些輕功 是道家最高的武功 飛蛇走壁 應該叫做 走壁飛蛇才對 是先有走壁再有飛蛇的 那個李懷安 正是用了兩步上了屋頂 很厲害 而一般的輕功高手 想要上屋頂的話 最少要三步到四步 啊 這麼厲害 哼 沒錯 他這些功夫 在當今的中國 應該算是最頂級的 不過 他現在竟然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那這一步 我們就麻煩了 黃馬我想了一想 然後轉過頭 跟手足說到說 將黃家寨指實搜一次 看看有沒有發言 那這班白露軍士兵 就將黃家寨的土匪 押到清風館的門口 然後在山上 左右又紫紫石石地搜幾次 不過非常奇怪的是 竟然沒有發現 黃馬那晚看到的那個女人 黃馬有點急了 因為他想著 就算李懷安走了 都可以從那個女人身上 找回多少線索 但現在看怕就不可能了 於是他問那些土匪 而奇怪的是 竟然沒有一個人 見到這個女人離開 黃馬就心想 明明李懷安是自己一個人走的 這個女人 昨晚在山裏面 而落山的路 自己都塞緊了 他沒有可能平白無故人間蒸發 於是他就帶著馬雲他們 去到李懷安和女人休息的房間 只見這間屋很平常 那些床鋪桌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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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其他房間的沒有什麼兩樣 而唯一令黃馬和馬雲覺得不自在的就是 那張桌上面拱著一個小灰星 黃馬走近小灰星 慢慢打量了一番 然後用手 觸著小灰星的頭用一感 只聽到床後面的牆壁 啱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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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了起來 馬雲叫人移開張床 沒多久 一個有半個人那麼高的洞口 出現在大家眼前 黃孟一邊走進山洞 一邊講那女人應該就在這裡走 進去之後 和外面房間差不多大 佈置也差不多 只不過小了張床 馬雲點着火把跟我進來 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向洞中的深处继续走进去 而走了发半个时辰 就见到前面慢慢有了亮光 他们就知道快到洞口了 果然不用一袋烟的时间 一个小小的洞口就出现在两个人的眼前 两个人拿着枪 很小心地走出洞口 然后发现他们已经来到了王家山的半三腰 两个人对望一眼 很无奈地转走下头 因为他们很清楚 如果现在想再追回那个女人的话 已经是没可能的了 各位 既然追不回那个女人 那么他们两个之后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留下下次再讲了 第五十四集 上次讲到黄猛和马云 心想想追回那个女人已经没可能的了 那么他们唯有就此才作罢了 黄猛和马云 现在将皇家债抢老百姓物资 给回老百姓 然后将那群匪众押下山 开了公审大会 妈子 仇七这些人 就全部被压往当定的院政府 老百姓开心了 他们今次直接把白鹿军当成是替天行道的天军 个个都争着说要将自己成年的小孩参加白鹿军 一下子车队来了几十个青年 他们全部围住黄猛 个个都说要参加白鹿军 黄猛见到这个情景左右围栏 非常地头痛 事关白鹿军不是随便说入就入 而且他们是有监据任务的部队 赶路的时候一刻都不能担葛 再说 现在的形势非常地险恶 而这群说要参军的青年 自己一点都不熟悉 如果说和他们一起走的话 而这群人当中万一有不良分子 甚至是奸谍 这样就运入车队 和日本人传递情报 这样就无可了 当然是 如果直接拒绝他们 又会打消这些民众 刚刚建立起身的对白鹿军的信任 这样就很不理以后的革命发展 黄猛阻想又想 实在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到最后 唯有和站在身边的刘永说 刘永 前面的路程只剩一天 车队马上就走了 那么 理大两个人留下 将那群要参观的年轻人 全部聚在一起 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再赶去抗日跟他们 刘永听到想去留下 接着就说了 黄牌掌 叫我离开部队留下 好像不太好吧 黄猛看着刘永这个苦瓜干的样子 很耐心地说了 刘永 这群年轻人参军 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他们这种革命的热情 我们更加要重视才行 老实说 如果不是车队的物资事关重大 我一定会带他们一起走 今次叫他留下看着 亦都是任务的一部分 这些都没办法的事 刘永又想说些什么 知道是黄猛严肃地说了 不用多说了 执行任务就是了 刘永见到黄猛摆在后面 知道说多无谓 于是头哒哒 没来精神地准备走 哈哈 黄猛见到黄猛的样子 有点于心不愿 请不吝点赞 更好 被订阅 咱们 沙利 林 叙述 皆 不是 高兹 当 还 可 elsius